各位觀眾聽眾網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4月17日星期六 在當今中國 尤其在習近平時代 總是有人失蹤或者是消失 最近幾天又有幾個失蹤人物或者是消失人物的故事 一個是馬雲 中國首富阿里巴巴的創始人 一個是布小林 是蒙古女王 蒙古王的第三代 再一個是政治局常委主管意識形態的王滬寧 最近都有跟失蹤 消失相關的故事 首先是馬雲 馬雲都知道在去年10月份在一個所謂的上海金融外灘峰會上發表講話之後 批評當局 之後馬雲就一直失蹤 馬雲上一次現身是1月20日 說是喇叭節 現了一次生 當時是四平先生 當時是在一個鄉村教師節 或者說他跟鄉村教師頒獎 說每年有一個阿里巴巴搞的活動 他通過四平方式 說現在是瘟疫 等瘟疫過後大家再見面 實際上也就是一個托詞 實際上就是自己失去了自由 處在軟禁之中 沒有行動的自由 之後最近兩天又傳出了兩個對他不利的事情 一個就是阿里巴巴被重罰 重罰182億 人民幣是一個天價 再一個就是他的親手辦的大學 湖畔大學被叫停招生 就是鐵字內說他是在組建明朝式的東陵黨 要干涉朝政 而且東陵黨朝野有人 湖畔大學也都是朝野有人 有野心 有政治野心 仿佛是反對黨領袖 而湖畔大學的雲南分校也被叫停 就在這些事件過後 昨天4月16日馬雲突然現身 怎麼現身 還要通過俄羅斯的衛星通訊社的報導才知道怎麼現身 是俄羅斯有一個學會 叫俄羅斯弟弟學會 有一個監視會 然後召開了一個聯會 而且由總統普京親自主持 結果人們後來發現這是一個視頻會議 視頻的一角有馬雲現身 就是說馬雲作為中國的首富 作為阿里巴巴的創始人 在國際上享有盛運 經常在其他國家兼職 不奇怪 甚至聯合國 什麽數字小組他都是共同主席 俄羅斯的地理學會 監視會邀請他作為一個會員 或者是成員 或者是顧問 也不奇怪 他出席了 但是很奇怪的是 馬雲雖然出席了會議 但是坐在那裏一言不發 整個兩小時他是聽別人的發言 包括普京 還有其他俄羅斯的官員都在發言 馬雲就坐在這裏 有時候不自在 不自在一種 端起茶杯來喝喝水 就是他的動作 他背後的牆上說是刻了一些梅花 表示在中國 這就跟1月20日那次現身一樣 現身並不意味著他自由 反而證明他不自由 至少是被軟禁的狀態 1月20日那次現身跟鄉村教師也可以做視頻講話 這回現身連講話都沒有 就是說不僅沒有身體自由 還沒有言論自由 應該說這次現身並不意味著馬雲情況的好轉 應該說這個會議早就確定了 早就敲定了 有這個日程 馬雲開不開 恐怕有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拍板 習近平拍板 他可以開 但不能講話 反正是遠程會議 而且給外界造成了一個印象 好像馬雲沒事 馬雲還活著 馬雲是自由的 習近平沒有把馬雲吃掉 但是馬雲的現身反而說明了問題 不發言 一言不發 不停的喝茶 然後一臉嚴肅撞 而俄羅斯方面也瞭解他的處境 所以這就是現身的尷尬 讓外界都知道馬雲是處於軟禁狀態 當然嚴重也可以說是監禁狀態 只不過為了一個會議 把他放在一個好的環境中 所以至少是軟禁狀態 既沒有身體的自由 也沒有言論的自由 說到馬雲的今天 他的處境 實際上馬雲在過去一些年自己有預測過自己的處境 他曾經有兩次表示 說在現行制度下 中國的企業家都不會善終 還說現在的政治制度是這樣 中國的企業家不會有好下場 現在可以說他自己的話對照不幸而言中 其實早些年 十幾年前我出版關於中國的100個常識 其中有一章 叫做《中國富豪都郎當入獄》 要麽是馬雲等人沒有看見這個書 要麽是看見了也不相信 或者說其他企業家不相信 但是現在都在驗證之中 因為我的一個基本結論就是沒有政治上的權力 就沒有經濟上的權力 所有的榮華富貴都是過眼雲煙 就跟《紅樓夢》裏面的那些富豪一樣 那些富人一樣 大家族一樣 說垮就垮 說奔就奔 灰飛燕滅 說到這裏 還想起有個算命大師叫王林 早些年 紅得非常厲害 說走紅一時 不僅在江湖上走紅 他是個江西人 另外很多的官員 明星 企業家都找他算命 非常相信他 說他還有很多的功夫 他是氣功大師 他的一些功夫被稱為絕活 什麽空盆來舌 空杯來酒 懸空提水 凌空提池 還有指揮復原等等 以至於很多人迷信他 而迷信的人中居然有一些高級的官員 包括像賈慶林 胡關正這樣的前政治局常委 甚至包括江澤民的妹妹江澤林 對他很迷信 網上有王林跟江澤林夫婦喝飲的相片 另外一些明星像趙薇 李冰冰 陳龍對他也很迷信 很相信 還有一些富豪 包括馬雲對他也很迷信 其中有一年 富豪馬雲和電影明星趙薇等人就去待見王林 問及於他 讓他預測他們的命運和歸宿 王林就半認真的對他們說 說你們這些人紅得發紫 紫後就變黑 說你們中沒有一個會善終 當時都是一片笑聲 以為他在半開玩笑 但是現在看來也不幸而言中 當然 王林自己也不妙 因為王林最後捲入了高層權力鬥爭 在習近平這邊和另一邊形成了一個對峙 因為他跟江澤民的妹妹有關系 還跟其他高官有關系 結果他在習近平上台之後 他兩次跑香港 2013年跑香港 說他是中國的斯洛登 結果他本來應該留下 或者跑得更遠 結果他又跑回去 跑回去後來又跑香港 跑了兩次之後他還跑回去 以為沒事 結果就在2015年被逮捕了 逮捕了之後跟他加了很多罪名 說他是詐騙 說他是行賄 行賄社會 還說他非法持有槍支 說原來廣東省委的副書記朱冰國給了他槍支 後來朱冰國也被判刑 王林就被逮捕 逮捕之後到了2017年初突然暴病而死 官方說他在獄中暴病而死 得了各種各樣的病 編了很多病的名稱 但是應該是說官方把他做掉了 也就是說殺人滅口了 習當局殺人滅口 因為王林不僅是算命 他跟很多高官有染 甚至跟高官夫人有染 因為他算命的時候說得神乎其神 有些就做得很離譜 大概就要讓這些高官夫人除去衣衫來進行所謂的算命 甚至傳說有某種不正常的關係 而這些高官夫人對他很迷信 就聽之認知 這樣的醜聞留下來 或者傳出去之後 對這些高官和高官夫人就構成了影響 畢竟他們還要在台上做人 還要混集於政壇 混集於官場 很顯然王林在監獄中暴病而亡 不僅僅是習近平 習家軍想做掉他 恐怕其他派系 其他勢力也想做掉他 所以多方勢力下手 這人就被殺人滅口 人間蒸發 第二個人物是布曉林 是內蒙古的自治區主席 一位女性62歲 是三代蒙古王 祖父烏蘭夫 是跟毛澤東打天下的開國元老 父親是布賀 也是烏蘭夫和布賀都當過內蒙古自治區主席 現在布曉林成了副業或者主業 也是因為作為蒙古族 蒙古王 現在是蒙古女王 當了自治區主席 但是他的失蹤和消失也是非常的具有戲劇性 首先在1月26日 在內蒙古召開人大政協兩會的時候 他在會議上講話 突然暈倒 攤倒在地 當場被人抬走 內蒙古的電視台中斷直播 看到幾條大汗把一個女人抬走了 抬走了 她消失了一段時間 到了1月底的時候 內蒙古的人大政協兩會閉幕 她沒有出現 到了3月份 北京召開人大政協兩會 是全國性的人大政協兩會 按道理 她應該出現 但是她沒有出現 習近平跑到內蒙古自治區去講話 以前左右手都做著 一個是黨委書記 自治區黨委書記石泰豐 一個是自治區的主席布曉林 但是今年的兩會3月份布曉林消失了 沒有出現 一種就可能是病倒 一種就跟習近平發生了矛盾 雙方互不承認 原因是什麼 雖然他在兩會上沒有出現 而習近平在兩會上又威脅內蒙古的官員 說這個沒太行業是腐敗 倒插20年 說這個賬總是要算的 說把當場下的這些內蒙古的官員誰都不敢說話 誰都不敢發言 一片激進 真掉在地上都聽了一件響聲 習近平恐嚇之後 繼續查內蒙古官場 據說這個官場查的話 一個是可以妨害到布曉林 再一個就是追查到團派的人物胡春華副總理 政治局委員 一旦查了他 胡春華作為下一代接班人的序列就要出局 但是兩會說 如果布曉林僅僅是因為病重 沒有出現兩會 那又說不過去 因為兩會剛剛結束不久 內蒙古的有兩個會議 布曉林又現身了 一個是關於內蒙古的糧食保障的一個會議 他現身了 再一個後來又說是內蒙古的環境治理 他又現身了 那是兩會是三月中旬 他在三月下旬現身了 現在到現在4月份 他突然又消失了 有兩個重大的活動消失 一個是4月16日的時候 內蒙古搞一個學習會 所謂的自治區黨委或者是政府 搞一個學習會 無外乎學習習近平的新黨史事實 就是歷史虛無主義 結果布曉林缺席了 說委託了自治區政府副主席 一個姓張的主持會議 他自己沒有現身 然後就是這兩天 政治局常委汪洋到內蒙古考察 汪洋本來政協主席是個虛職 都是一個花瓶 但是習近平為了嫁禍民族問題給汪洋 讓他背鍋 不僅新疆讓他背鍋 內蒙古也讓他背鍋 說他主管統戰工作 因此汪洋就去了 跟著一個統戰部長叫尤全 是習家軍人物 也去了 是4月12日到14日兩天在內蒙古考察 汪洋就假裝表示支持在內蒙古 說是進行漢話教育 推漢語的課本 就是暗示支持習近平的極左路線 取消這個謀語教材 但是汪洋在那裡去的時候 有油權跟著他 統戰部長 也有自治區黨委書記石泰豐現身 但是布小林沒有現身 作為自治區政府主席 布小林沒有現身 事情就很明顯了 很明白了 布小林有意迴避 因為布小林自從去年8 9月份 習近平 王滬寧 習家軍這一批極左路線要在內蒙古搞極左的一套 把蒙古語教材取消 搞漢語統編教材 激起了蒙古人民的大抗爭 當時遊行示威集會 抗爭 還有人自殺 教師 家長都有自殺 還有一些公務員也自殺 還有一些公務員集體簽名抗命 後來硬是被習近平用強硬的手段 國安 公安一起上 強硬的鎮壓下去 那個時候布小林一直沒表態 他是個蒙古人 他顯然對那樣的政策不支持 極左路線不支持 他沒表態 後來就傳出他病倒 再後來就不斷的消失 重要場合消失 尤其是跟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級別 這個場面消失 習近平出現 他不出現 汪洋出現 他也不出現 當然 他也知道汪洋是背鍋 反過來 一些小場合他出現了 他沒有表態 顯然跟習近平形成了不合的關係 而黨委書記石泰豐是李克強的北大同學 說是習長布小林也是北大的 李克強 石泰豐 布小林都是北大出來的 布小林稱是李克強的學妹 而石泰豐跟李克強是同學 然後石泰豐說是晚了兩個月表態 8月份 習近平在內蒙古推行漢華教育 說石泰豐不表態 到了10月份才表態 後來被下令他要做批評和自我批評 所以在兩會的報導中 雖然他出現 但是沒報導他的名字 這次汪洋去內蒙古 儘管由石泰豐陪伴 但是奇怪的是 黨媒黨報 新華社人民日報不提石泰豐的名字 只提郵權的名字 說統戰部長郵權陪同 郵權是習家軍人物 是習近平的親信和心腹 所以這就可以看出 石泰豐也失寵了 況且石泰豐還屬於李克強的人馬 李克強的同學 所以顯然習近平對石泰豐也不滿 而跟布小林之間的關係就是漸行漸遠 很清楚布小林是第三代蒙古女王 顯然是維護蒙古人的利益 烏蘭夫布賀到他 最後烏蘭夫做過自治區政府主席 後來官至副總理 副委員長 他的父親布賀也做過副委員長 也做過統戰部長 而布小林也做過統戰部長 按道理 布小林如果從內蒙古自治區主席的位置上退下去 他就要做副委員長 按照他父親祖父這麽一個格局 中共的少數民族的這個格局的話 但是現在他跟習近平不合了 有可能試圖到此為止 甚至有可能出麻煩 因為布小林顯然對習近平的一系列的左群政策都不同意 不僅是對內蒙古推漢華教育不同意 還有統戰部長 民主事務委員會主任 一直是少數民族 但是習近平突然換成一個漢人 而且是中紀委的一個副書記去當了 就打破了1954年以來的先例 這也讓布小林不滿 種種原因下來 應該說布小林雖然是病倒 但不是真病 甚至那一詞病倒都有可能是氣病交加而病倒 現在的話應該說不是病倒病重的問題 而是有意的迴避 這顯示了內蒙古跟北京之間 呼和浩特和北京之間 布小林跟習近平之間的心結漸漸擴大 第三個消失或時鐘的人物是王滬寧 政治局常委 大家可能吃驚 說王滬寧怎麽會消失 因為王滬寧自從4月3日直訴節之後就沒有露面 而其他7常委中其他6常委都先後有露面 如果說中紀委書記趙樂際露面少 那是他的工作性質所決定的 跟中紀委有關的事情 他可能露面 其他的常委都在露面 比如習近平也兩週沒露面 但是在4月16日 昨天跟所謂法國德國領導人 假裝舉行那個氣候峰會視頻的向美國叫板 算是露了個面 其他的政治局常委 什麽栗戰書 汪洋 李克強 還有韓正 哪怕是韓正 都在一不同形式露面 因為韓正據說這次美國的氣候特使區訪問的時候 最高級別有可能跟政治局常委副總理韓正舉行視頻會議 這個情況下就只有王滬寧沒露面 他在3月份活動還不少 3月份的時候王滬寧又是出席什麽跟教育黨史相關的會議 又出席什麽掃黑粗惡 什麽表彰大會 還出席人大這些兩會 結果到了後來 從4月份就是直訴節出席了一次 但是已經低調了 直訴節之後 王滬寧就沒有露面 到現在就消失了 兩個星期了 外界就議論紛紛 有兩種可能 一種可能就是 王滬寧可能是閉門 埋頭去寫黨建報告去了 因為今年是中共建黨100週年 7月1日要舉行大慶 總書記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 這些重要講話都要出自王滬寧之手 說王滬寧現在閉門造居 去日夜趕稿 這是一種可能 陳敏爾本來要取代他 但陳敏爾畢竟還沒到 因為重慶發生了市委秘書長的變化 市委書記還沒有調 估計陳敏爾調的中央是今年底 10月份才開六中全會的時候 也就是說在七一之後 要陳敏爾去組織寫這個報告來不及 他還在重慶 那就在至少在六中全會之前還是王滬寧要負責寫這些報告 這是一種可能 王滬寧在寫報告 或者是跟一個報告主在一起日夜的忙碌 看怎麼鳥文叫字 炮製出一篇東西來 讓習近平去讀稿宣讀 第二種可能就是王滬寧跟習近平之間出了問題 出了問題 首先就是 現在的意圖已經很明顯 就是習近平要用陳敏爾取代王滬寧 遠的話就是明年的二十大取代 由陳敏爾進入政治局常委 主管一事形態 這個陳敏爾雖然沒有王滬寧的學歷高 王滬寧是復旦大學研究生 也當過教授 但是陳敏爾在浙江讀過中專 或者是大專的中文 後來在浙江當習近平的部下的時候能寫一些豆腐塊文章 紹興師也能搖一下扇子 給習近平炮製了什麼之江心語之類的豆腐塊文章 也算是五文落幕 能來幾下 所以習近平想把陳敏爾換上 但是早一點換 就是今年六中全會就要換上 先把他調到中央 以政治局委員的身份 提前接過意識形態的工作 相對於王滬寧就被架空 靠邊站 而且王滬寧的另外一個重要職務 兼證了18年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也在去年就被取代了 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人物 江金泉取代了他 所以王滬寧 一個職務已經交給了江金泉 另一個職務實際功能有可能交給陳敏爾 今年底就可能發生這個事情 也就是說習近平跟王滬寧之間出現了不和 那為什麼會不和呢 為乎兩個原因 一個是王滬寧的功高正主 功高蓋主 因為都知道習近平想樹立一個習近平時代 但可惜的是 所謂的習近平時代恐怕是王滬寧時代 習近平思想是王滬寧思想 習近平講話是王滬寧講話 因為所有的習近平 王滬寧作為三朝帝師 三朝治老 三朝元老 給江澤民炮制了三個代表 給胡錦濤炮制了科學發展官 又給習近平炮制了一個所謂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這樣一下來 都知道習近平所謂的講話 不過就是讀稿 習近平就是一個讀稿員 或者說是播音員 有時候還讀錯字 還讀得不好 或者說掌握不好氣氛 或者是節奏 或者是情緒 還搞得大家莫名其妙 不知道該不該鼓掌 所以真正後面的著刀人 代筆人是王滬寧 所以就得出這麼一個結論 所謂的習近平講話就是王滬寧講話 習近平思想就是王滬寧思想 習近平時代就是王滬寧時代 但是習近平偏偏眼高手低 野心還很大 要來一個習近平時代 現在外界都盛傳沒有習近平時代 怎麼辦 他就要打造習近平時代 尤其在明年20大之後 至少認為要排除王滬寧的影響 陳敏爾上去 人們不會說陳敏爾時代 陳敏爾畢竟水平比較低 而習近平喜歡水平比較低 吳大郎開店越矮越好 學歷假的 學歷水的他都用 而習家軍的人物主要都是假學歷 假文憑 或者是中專 大專 就是這個水平了 另外政策一樣就是江金權 人家更不知道 所以說人家不會說是陳敏爾時代 是江金權時代 那明年20大之後就真正進入了習近平時代 這才使習近平如願 所以由於這個原因 他要把王滬寧排在一邊 另外一種可能性 那就是即便是王滬寧很左 王滬寧主張新權威主義 給習近平抬轎 但是抬到最後 都發現抬不下去了 王滬寧抬轎了 主張新權威主義了 但是沒想到習近平比他想像的還要厲害 還想不僅要想到長期執政 還想到中期執政 中生執政 甚至想到要稱帝 或者說甚至想到在思考世襲制 所以可能王滬寧給嚇壞了 因為王滬寧畢竟是個文人 膽子小 他也知道在中共歷史上有很多次的路線鬥爭 毛澤東時代總結有10次路線鬥爭 後來鄧小平時代又把四人幫這次弄進去 有11次路線鬥爭 路線鬥爭 多數都是跟左傾鬥爭 左傾路線或者極左路線遲早受到清算 歷史上有李立山路線 羅章龍左傾毛金主義 因為是王滬寧的左傾路線等等 一直到後來又說林彪集團是左傾路線 後來又說四人幫是左傾路線 其實連毛澤東本人都受到了清算 因為毛澤東是極左 所以最後鄧小平通過一個歷史決議 說毛澤東晚年犯了嚴重錯誤 就是文化大革命 推行的是極左路線 說連毛澤東一個所謂元勳快開國的皇帝都受到了清算 就是說極左在中共內部不得人心 遲早受到清算 王滬寧怕了 王滬寧跟習近平一直抬轎子 吹喇叭 歌功頌德 在某種意義上可能客觀上形成了低級紅 高級黑 最後他發現習近平遠不是他所能制約的 膨脹到了極左到了無法想像的地步 甚至要砸爛改革開放的一切 回到文革 回到毛澤東時代 當然是以另一種形式 說王滬寧文人膽小 最後不敢陪同了 因為遲早怕被粉碎 就跟四人幫 江青 毛遠心 這些毛家人被華國鋒粉碎了一樣 萬一有一天黨內發動什麽政變 或者是內徵 習近平 習家軍被粉碎了 王滬寧不想尋仗 不想陪葬 因此到了最後就恐怕在路線上 思想上跟習近平出現了分歧 甚至漸行漸遠 或者說轉為低調 引起了習近平的不滿 這就是習近平要換下他的原因 最近他又低調了 然後又消失兩週了 不知道是出於什麽原因 當然 根據習近平這個時代的特色 他也達不到毛澤東 鄧小平的威望 中土環政治局常委還沒有出現過 從鄧小平之後 江澤民 胡錦濤和習近平時代沒有出現 如果說沒有出現中土環政治局常委的情況 今年下半年六中全會 沉迷而調到北京工作 不見得能換下王滬寧 王滬寧有可能當到明年二十大 王滬寧最好的結局是二十大之後 由於67歲 七上八下 還在政治局常委中攤了一個職務 比如說中紀委書記 或者是政協主席等一類的 但是中紀委書記就是實權 政協主席就是虛位 這是一個他最好的出路 但是中紀委書記就是到了明年二十大被排擠出局 退休 那是第二個結局 第三個結局 如果說今年下半年六中全會 王滬寧被陳敏爾取代了 車下一個常委 升入一個常委 那就要震驚中國了 震驚國內外了 那王滬寧的結局就可能非常的難堪 甚至有可能非常的不妙 當然 王滬寧走到這一步 如果真的走到這一步 如果真的落到這一步 也是他自作自受 王滬寧當上政治局常委的時候 在十九大 外界就非常訝異 說一個沒有地方主管經驗的人 當了政治局常委 一個文人 一個耍筆桿子的人 突然當了政治局常委 在改革開放之後還沒有發生過 但是在毛澤東時代發生過 就像張春橋 文人 陳伯達 文人當了政治局常委 而楊文元是文人 當了政治局委員 但是他們的結果都非常的不好 非常慘 都是被投入大牢 先後被投入大牢 陳伯達被給毛澤東過功送的 最後被毛澤東親自投入大牢 而張春橋 姚文元是文革派 是毛澤東看中的文革派和死後委託的顧名大臣 但是卻被劃過風 粉碎 是四人幫的組成成員 結局也很慘 一直關到死 或者在保外就醫中死亡 所謂保外就醫也都是在監視狀況 所以當時王滬寧上政治局常委的時候 各界就不看好 所以有可能重蹈陳伯達 姚文元 張春橋的負責 況且王滬寧也是來自於上海 就跟張春橋 姚文元來自於上海一樣 所以如果有一天王滬寧出現大不妙的結局 並不會讓外界感到太壓抑 太驚叉 好 今天我就暫時講到這裏 暫時提醒大家歡迎訂閱陳破空會員網站 可以在那裏看到我的各種書籍的連載 中南海後黑雪 假如中美開戰 不是歡迎的中國人一百個常識 歡迎中國人一百個常識等等 另外在希望之城有我的會員頻道 有每日問答 歡迎訂閱 謝謝大家收看收聽 再見 謝謝大家